啊~~ 全身高 而且他是濕的 欸我以前就在香港 給醫生幫我沖耳朵 說是完全沒有看到裡面的狀況 多恐怖 只是醫生跟我說 你的耳朵真的很恐怖這樣子 然後我今天是 等一下又會第一次看到我耳朵裡面 還蠻期待的耶 來 塞住了 他整個是滿的耶 對 油性的耳垢啊 我耳都是超恐怖 他滿到我連耳膜都看不到耶 看到耳膜裡面 他整個是爆滿的 他整個就是塞住的 兩年累積的東西 你是聽得到嗎 你聽聲音 你耳機開很大嗎 我是聽得到 但是我知道挖完之後 世界有多清楚 我可能現在只聽到二分之一左右 對 其實我連棉花棒都很少 因為我就聽說棉花棒會把它 越上越近 所以我就沒有用 好 那我們看右邊 好 好 顏色幾乎是滿 好恐怖喔 厚厚的一塊 它是一整塊的 今天嗎 那我今天幫你掏乾淨之後呢 什麼時候會再長出來 也大概一個月後 它還是會長回原來的樣子 真的假的 對 那是體質 至少會有一個月清楚 對 所以就定型來整理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全程會用棉花棒 OK 好 我先把外圍清乾淨 嗯 好療癒喔 對 好像全程高喔 老師你有看過那麼嚴重嗎 欸 有欸 常常看欸 是喔 對啊 而且它是濕的喔 你這樣子平常 你戴耳機不就會髒 呃 對 耳機會一坨一坨的吧 欸 還好 它就是碎碎的 就抖一抖就沒了 真的嗎 好噁心喔 而且我這兩年還蠻常去海邊玩 然後其實我每次去玩海邊 會堵住的啊 對 你知道為什麼嗎 那碰到水它就會膨脹 然後一直膨脹一直膨脹 那膨脹你就會覺得更多 對 所以因為有很多呢 喜歡潛水的顧客 喜歡游泳的顧客 一定要定期來掏耳朵 要不然它去游泳跟潛水的時候 是不舒服的 嗯 這次都是你耳朵裡出來的東西 這次都是你耳朵裡出來的東西 你這樣拍它會架不錯 只養凝膠會涼涼的 只養凝膠 對 最後的流程 可是我還蠻喜歡挖耳朵的那個感覺 就是 會洋洋的 但是就很爽 所以它裡面就是耳朵了嗎 乾淨的 對 來 我跟您說明一下 黑黑灰灰灰那個圈圈是耳膜 那耳膜上有一個白白的有沒有 那是耳朵的那個小骨頭 對 那那個地方那個位置 耳朵的位置是不能去碰的 是很危險的 碰了也會痛 我一直以為耳朵 就是我們這樣輕輕就會乾淨 就哇哇自己露眼看 好像沒有東西就乾淨了 我從小到大就知道這不可能 真的 欸 好誇張喔 我第一次看到這樣這麼多 好像 喔 布丁那個 上面黃色跟下面咖啡色 整個 打碎有沒有 天啊 布丁 混在一起的顏色 第一顆 第一顆不想吃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哇 哇 有點像吸力想 大家再看一下 喔 他忍不住想要發出這種聲音 嗯 喔 這樣 好大 越塞就越轉越大 喔 喔 哇你好大 哈哈 有點麻麻的 那種 越來越清晰嗎 對 有嗎 比我前幾天 因為我們前幾天還去玩水 然後第二天 起來 我是完全覺得 嗯 對就是有東西在裡面 卡到現在 對啊 喔這一坨 喔這一坨 喔 那一坨 喔你這邊好多喔 喔 喔 你看 終於看得到裡面了 這樣會覺得那個風吹得進來 喔 對比一下 好像比較清楚 對那個風 原來老師講話那麼大聲 可以灌進去了 喔 好來 那我們把細節整理乾淨就好了 好 平常不是我不回你 是因為我聽不到你講 哈哈 這下我相信了 我剛剛看完這些兒子亮 我相信 我每次跟他講話 好像沒有聽到一樣 對很乾淨喔 謝謝 我們看一下 對啊 好 OK 等一下 喔 妳的 我要看妳寫來 喔 欸 妳在那邊轉來轉去 妳頭髮把兒子 全部都黏在頭髮上 真的假的 對 好噁心喔 哈哈 我是真的 捨不得兒子離開妳 是真的 很愛耶 妳頭髮把它甩掉 期待嗎 對 三十四 我還蠻期待的耶 喔 原來我平常講話那麼大聲啊 哈哈 妳看妳們兩個是完全不同的耳垢類型 看型的是塞滿的 筷狀的 那薄板的話呢 妳是屬於環狀的 耳垢 它不是筷狀的 但是它就是貼在耳壁上 好 看起來很乾淨耶 沒有塞住的感覺 而且它耳屎並不是一整塊才叫做髒 嗯 以我們的角度這種才是真的髒 對 自己無法 這是很難處理的 嗯 妳的毛好長 妳看 對啊 怎麼都是毛啊 妳看我鏡頭上進來全部 它就是擋著我 好多柵欄 要處理我的兒子之前 要想翻三月 對啊 深入叢林 都是柵欄耶 好療癒喔 嗯 超療癒的 第一眼看到我的覺得 哇 超級髒 一百分的髒 對 然後看到你的我覺得 應該只有十分鐘吧 但是結果 刮出來還是有 還是很長 因為我的是卡在邊邊的 而且這種環狀啊 是很花時間的 喔 對 它所需要的時間是比較適合的 好乾淨耶 好乾淨耶 妳就怎樣 妳這樣子不要那麼多細啊 恭喜妳 我做乾淨了 妳講話小聲一點好不好 很大分 超可愛的 可愛的 很忙啊 好了 我超忙的 妳們就說 我超忙的 我超忙的 第一個要提到的呢 就一定是台灣人最特別的 注音 注音符號 噗噗噗噗噗噗 比如說妳們的的 好吃的 好吃的 有時候我看到朋友不會寫了 對 你們就是寫 寫注音的了 就是有寫一下 例 例 對 然後會說 好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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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 閃電那個人 嗯嗯這樣子 是喔 還有你們的 欸 欸 那個妳那個記得待啊 然後還有 嗯 是這樣子的 類似的感覺 嗯 呵 不是這樣嗎 笑的時候也 呵呵 呵呵 你這個呵呵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我剛開始以為你們打什麼 常常常 就是簡體字的 好妳說我們那個注意那個呵呵 你們是以為是簡體字的常常常 工廠工廠 所以這件事情很好笑的話 我們會打呵呵呵 然後妳就以為 常常常 常常 常什麼 什麼常常常 假設我要罵人 我會打 特摩豆 很夯 很夯 然後我們還有 沒有就是妳長得很ㄎㄧㄤ 妳長得很ㄎㄧㄤ 誰ㄎㄧㄤ 我們假設有人在酸妳或幹嘛 我們就說她ㄎㄧㄤ我 ㄎㄧㄤ 你的ㄎㄧㄤ 或者是用那個ㄎㄧㄤ ㄎㄧㄤ的ㄎㄧㄤ 這兩個都可以 ㄎㄧㄤㄎㄧㄤ 不是ㄎㄧㄤ 是 就譬如說我們在針珠奶茶 喔這個粉圓 珍珠很Q 很ㄎㄧㄤ ㄎㄧㄤ ㄎㄧㄤ 對 多運用你的數字 啊 沒錯 這個我非常認同啊 真的假的 四八色啊 對不對 八七啊 妳這八七啊 你 四八四八七 九四八七 九四 九四 九四有一七這樣子 七八加九 那下一個呢 比較少人會這樣子 但是 如果你這樣用的話 我就會覺得 喔你就是台灣人 就你們有些字 偏偏要讀歪 我超忙的 你們就說 我超忙的 我超忙的 對不對 對不對 超可愛的 超 超可愛的 口愛 口愛 偶眠 偶眠 是偶眠 很忙啊 今天天氣很好 很累 很 很 好了 好窩 好窩 就是狗窩的窩 好窩 就很可愛的感覺 其實這種字 其實一般都是小女生會來打的 哦 那麼厲害 那麼厲害 其實有點偏我們原住民的講話的語調 在花蓮的時候啊 在他們聊天的時候我們就會變這樣 喔 那麼厲害 那麼好 多運用波浪 哈哈哈哈 就是你剛剛說我們打字是沒有情緒的嗎 沒有沒錯 對就沒有什麼語氣 如果我只能打字超級累 就好像很累的感覺這樣而已 就是累這樣子 但是如果你說超波浪 急波浪 累波浪 就是 有一種超級累 或者是沒關係這樣子 就是好像真的有加一點溫度進去 沒關係 就是如果你打字喔 沒關係 就好像冷冷的 就很冷冷冷冷冷的感覺 就沒關係 沒關係 沒關係 如果你真的是很不爽的情況下 你想要這樣沒關係 沒關係 句號 就真的是 就立刻斷點了 就很冷了 對 標點符號還蠻可以表達啊 你想要表達的語調 對 比如說沒關係 省略號 你就沒關係 就是類似這樣的講 沒關係 今天號就沒關係 今天號 很多莫名其妙的錯字 嗯對 怎麼說呢就是 有些人啊 有些人有些人 最常看到的是 的的跟在在 就會有分不出來 這兩個真的非常多 台灣人不是很會用 歐 以前啦可能十年前 中學 如果我打字 有時候 有打歐 然後人家就會說 幹嘛學台灣人打字 喔 這只有台灣人會這樣用嗎 那你覺得歐是打什麼歐 我不會講歐啊 還有一個好歐 一個口再一個語 嗯 就那個好歐好歐好歐 你剛剛看到的石殼 是天然的黏著巾 很大喔 綠色隧道 我告訴你 這個地方騎腳踏車非常舒服 為什麼 因為它不只綠色隧道 你可以吸收那些 分多金 之外你還可以遮陽 徐徐涼風吹來 完全釋放了一整個禮拜的工作壓力 我告訴你 厲害一定要來試看看 你很期待 哈哈哈 我們經過了木站大就到海邊了 好漂亮喔 很舒服吹著海風 然後我們踩到中間會有一個涼亭 然後旁邊有賣冰啊 賣香腸的地方 一望無際的海邊很讚 然後現在是漲潮的時間 但是我們還可以隱約的看到有石戶的形狀 新屋石戶的設立 就要追溯到清朝 漢族斯文來到台灣開墾 他們就地取材 將海岸的鵝卵石 徒手刀斥成為石堤 其實石戶是漁夫利用潮籍來捕魚的方法 潮漲的時候 魚群順著海水入到石戶裡面 等到潮退了 魚群就會受困在石戶之中 魚群就可以輕鬆地捕魚了 桃園新屋這裡總共有11座石戶 其中有3個保存比較好的 到現在都還有捕魚的功能 現在畫面上看到的就是深圳里潮漲的畫面 晚一點我們等潮退的時候 會再次回來這裡參加收足石戶的活動 我們現在進來了 這個新屋石戶的故事館 然後裡面有很多關於石戶的使用 記憶介紹 然後大家可以來這邊 看一下關於石戶的故事 他們的產業事業 我們現在來到故事館的3樓 然後可以看到海邊 然後其實我們剛剛已經學了 扛那個石頭 沒錯 那個不簡單 真的不簡單 這顆石頭超級重 而且你在堆疊的時候 聽說還有不同的角度 有不同的契合感 對 所以這都是經驗 所以我們等一下來去體驗 到底有多難 捕魚量的多寡取決於石戶的堅固程度 在海浪日以繼夜的拍打之下 收服的工作就是保存石戶的最大課題了 由於收服活動必須在退潮的兩三個小時進行 像師的經驗和技術就變得額外的重要 他們要在有限的時間之內 用人工搬運石頭 真的又耗體力又危險 挑類似這樣子長長的水滴形 真的很利 很利 你要帶走 對 注意安全 一定要注意 然後把它 記得剛剛學是這樣 先把它拉起來 對 我跟妳一起挑 好 OK 這個石頭 我們兩個一起挑一個擔子 起來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1 2 3 起來 可以可以 慢慢走 我們兩個腳步要很有默契的一起走 我們負責挑石頭 然後把石頭搬運過來 然後這一組負責氣石頭 1 2 3 現在我們來幫忙堆石頭 小的往下塞 你看它的重量是往上 對 像你這個比較短 就放這一邊 好像在玩遊戲耶 對 對 寂寞的感覺 對 石頭卡每個角度都不一樣 可是你現在換不進去的 卡不緊的 你轉一輪 它就卡緊了 我感覺不要幫到嘛 趕快拿一個 趕快工作喔 拿一個長一點的 可以把他們三個壓住的 好 來 不知道你這個挑的行不行呢 可以 有天分耶 果然很有经验 辛苦了 拜拜 对哦 你会不会很好奇 石头和石头之间是怎么黏在一起的呢 超级多石科的 我们刚看到的石科是天然的年灼迹 它对于食物来说非常的重要 石科会在物体上面去找生存的地方 天然的年灼迹让它更健康 果凡 就是这里 很漂亮 美人的 天啊 好美哦 十诗寺前有 四十四至十诗子 河上龙婆阿瓜 铁口来不够 直接狗啊 这狗狗啊去狗啊 这狗狗啊 没落狗啊 第一个哦 准备了 我开始了哦 河上端汤上塔 嗯 塔滑汤撒 汤烫塔 河上端汤上塔 塔滑汤撒 汤烫塔 哎呦 不错哦 很好了 初一吃素 初二吃素 初三吃素 初四吃素 初五吃素 你真的是绕口令吗 这个感觉没什么难度啊 你听起来很简单 我跟你讲这一开始我也觉得很简单 来 来 预备 你先 初一吃素 初二吃素 初三吃素 初四吃素 初五吃素 初六吃素 初七吃素 初八吃素 初九吃素 初十吃素 还蛮不错的 我后来想 为什么这个 对我们台湾的有些人来说很难 是因为我们的台湾狗语会 狗语 台湾狗语会 会变成吃跟出会讲 会会滚咬 我要出东西了 我要出饭 好 再来比较多字一点 十诗四前有四十四只十诗子 四前素结了四十四个色诗子 四十四只十诗子不吃四十四个色诗子 四十四个色诗子更不会吃四十四只十诗子 哦 你读得不错 十诗 四四前有四十四只十诗子 四前素结了四十四个色诗子 四十四只十诗子不吃四十四个色诗子 四十四个色诗子更不会吃四十四只 四十诗子 四十诗子 桥西丁家说桥西丁家的东瓜好 桥西丁家说桥东丁家的西瓜好 不知是桥东丁家的西瓜好还是桥西丁家的东瓜好 诶 你国语很好诶 你国语是不是有进过 诶 这个应该有百分之百了 官方网站绽放光芒万丈 官方网站绽放光芒万丈 还不错 这个还不错 现在就进行台语的教学咯 诶 先打个预防针 台语我没有很好 好不好 桥西丁家桥西丁有桥西都是桥西 人家会看到后生背过去 蛤 哇 这句很道地啊 就没办法 哈哈哈哈 这其实我感觉不太好 后生跟后生 跟有后生 都是后生 人家会看到后生 背过去 还可以诶 还可以 不是哦 还可以勉强接受的范围 下一个怎么字那么多 会最弄破口 带口来报告 够破口补 够破 不知道是 补补口 也是 口补口 这句话意思是 和尚弄破一个鼓 然后他拿着裤子来补这个鼓 鼓破掉用裤子补 裤子破掉用布来补 OK 不知道是布来补裤子 还是裤来补鼓 OK OK 懂意思吗 可以 不错哦 练习得很认真 没错 可是没有一句是面对的 哇哈哈 后生弄破我 铁口来报告 鼓破口补 鼓破破口补 不知道是补补口 也是 鼓破口 你在念什么 蛤不对吗 有些还可以 因为有些完全都念对啊 真的假的 完全对啊 一只猴子带一些猴子去猴子 一只猴子拔路猴子 一只猴子回去拿猴子来猴猴子 猴子还是什么意思 一只猴子带一些猴子去水沟的意思 就是猴子 然后有一些 你跟我们的广东话 猴子是什么意思啊 我知道 拔妹啊 不是 宰就是宰 拔男生啊 对对对 我知道 我跟猴子去猴子是怎样 去掉男生 一只猴子错 一只猴子去狗啊 一只猴子没落狗啊 一只猴子 断去 带狗啊 来狗狗啊 前面有蛮OK的 但后面 后面一只猴子 回去拿猴子 来狗狗啊 好啦 我真的是 尽力啦